雙層論壇即將在上海登場 作為民進黨執政以後 兩岸僅存的官方正式往來 台北市長柯文哲 繼四個互相後 再提互相諒解 是否成為敲門磚 大陸把話說得含蓄 只要對兩岸關係性質 和兩岸城市交流的性質 有正確認知 我們對兩岸城市往來互動 都持積極開放的態度 而傳出大陸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可能與柯批會面 大陸國台辦沒有回應 反倒對蔡政府 嚴控大陸人士赴台交流 以及大陸近期一系列會台措施 包括台胞證寧采十八位數字 與大陸身份證相同 是統戰手法 嚴正駁斥 要合作 要融合 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 打開的大門是關不上的 任何限制兩岸民眾 交流往來的倒行逆施 只會及民憤 施民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清楚香港回歸二十週年 大陸航母遼寧號南下防稿 是否再度繞行台灣 引發高度關注 對此大陸國台辦是表示 對於這樣的訊息沒有掌握 不過此舉已經挑動台海的敏感神經 以上是記者李子豐陽旗號 我們在北京的採訪報導